台湾防疫三级警戒延长到6月14 餐饮旅游观光业生意手挫 游览车业大型婚宴会场 饭店业展览会场更是面临业绩危机 中央镇积极延拟新一波纾困贷款 特别是政府也预计在周五公布救助计划 如果在这个阶段生活有困难 紧急救难 我们还是由社会局 在每一个行政区的社会福利中心 至于这次的这种疫情 我现在看起来 它的实质杀伤力应该比去年 我们三月那时候还严重 所以我们礼拜五会把这些 这几天已经在整理了 礼拜五的记者会再来详细说明说 到底这波的索困计划 台北市要怎么做 但是我们也是先初步计划 因为这个疫情要拖多久 我不晓得 不过就实物上来看 我们上一次还没有说下令夜市关掉 夜市不准内用 这一次的疫情是比上一次严峻很多 限制也很多 对产业的影响应该更重 所以有生活困难的 我们先紧急救难 至于企业要怎么纾困 我猜中央也在想了 所以这个礼拜五我们会先公布台北市要怎么做 柯文哲坦言决策前想了很久 夜市从业人员都是深斗小民 他尽力在经济跟防疫区的平衡 防疫对市场经济影响很大 后续纾困要怎么做 以尽快研腻 记者问去台北报道